台西方卡丁社区为了要让民众核实 自身听伤的运用 这天邀请到婚姻官 教头所为中心的老师 来教大家如何修用 手机和平板 当中也用胸皮 他们出来的特别的马克杯 让民众可以带回家 也透过口定让大家核实心的地址 大家看到自己的胸皮 他们在背后的顶管 都非常感动和开心 这是台西方卡丁社区 为了要让民众核实心的地址 这天邀请婚姻官教头 所为中心的老师 教大家修用手机和平板 大家都赏得非常欢喜 大家可以跟新住民 跟我们大家一起共同 一起是一个很光荣的事情 今天三个是好玩的 跟朋友很多就跟他在一起 我现在都要按照上 可是我们都不会用 再来都是 香港老师也走 在这里上资讯课 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而且叫我们制作这个杯子 这面课程教大家 使用手机和平板那些 又用APP做相片 也在背上 在上面 让大家可以带回家 去做纪念 以后也会跟国师区 基点合作 让大家都可以学习 今天我们是在帮助所有的 那个长者 那重点还有一个是 我们新住民 这边有课程 所以我们针对新住民 我们教他做那个 呃 如何做拍照 包括如何用 AI的一个 目前的APP的一个 软体的部分 让他们把自己拍照的 的成品 变成一个很美美的一个照片 然后最后 我们透过马克杯的一个转印 让他们带回家 那让他们体验不一样的 在台湾的一个数位文化的一个 精进的一个计划 那当然我们教育部 一直在推广很多的课程 所以我们会跟各社区在做结合 尤其像关牌祭典 热灵中心 还有像147 好尤其新住民 也是我们DOC 特别关注的一块 这条课程中老师到哪 大家用家去做拍子 也让民众有美好的会议 未来社区也会继续基盘 不一样的课程 让大家可以做会来参加 蔡老师来跟我们这些新住民 还有这些长辈们 教一些数位电脑的那个 学习他们的操作 让他们尝试一个新的知识 吸收一些新的知识 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 将来如果我们经费许可的话 我们继续会聘请各地的老师 来继续为我们这些 村落里面的长者 还有新住民 他们做更好的更深入的教学 大家除了学习新的地区 也在做特别的会儿 其他未来可以有更多处理的课程 让大家做会来参加 接着大家先彩虹报道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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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o 感谢观看